各位沙拉越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晚上好 Namabrita, Anna, Anna, Sarawa 来,大家摇摇手 看得到吗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 我们原本应该是到沙拉越 跟各位兄弟姐妹见面的 可是因为沙拉越出了一只 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要来,他不给我们来 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天空中 跟大家见面 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改变不了 我们改革的决心 人来不到,精神一样到 让我们一起507倒那几 好不好 各位,马来西亚今天 处于水生活的当中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大家就明白了 有一天,马来西亚的大陆上 沙拉越古境的大陆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车祸的时候 哇,救火 这个救伤车就来了 叮咕叮咕叮咕 来到的时候 哇,全部 你知道这一个车队 是谁的车队吗 这个车队是马来西亚 拉曼神话最后一个首相 赖席顿赖采的车队 车队里面载着什么人 车队里面有部长 有国会议员 哇,等等 全部发生严重车祸 然后送去了古境的中央医院 哇,所有全世界的记者 涌到古境的医院去问 哇,现在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情 哇,到底我们这一次车祸 谁死了 谁死了 哇,一个一个走出来 医生走出来 第一个他问 国会议员有没有救 那个医生说 国会议员死了 没有救 那么记者又问 部长有没有救 这个医生说 部长也没有救了 这样副首相有没有救 啊,医生说 很可惜 对不起 副首相也没有救了 哇,所有的记者很紧张就问 这样马来西亚的首相 到底有没有救 这个医生 心情很沉重 告诉 在场的记者们 很对不起 告诉大家 连首相 也没有救了 哇,记者问他 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 首相也死了 副首相也不在 部长也没有 国会议员 国阵的国会议员也没有了 这样到底谁有救 那医生突然间 很开心的说 马来西亚有救了 各位 今天我们的国家 就是要把国阵换掉 国家才会有救 国阵不倒 人民不好 国阵不倒 人民吃草 这一次不只是吃草 将来连沙都有的吃 所以今天 我们站在这边 向全沙州的兄弟姐妹们 恳求大家 这一次 507 写历史 创奇迹 大家 国阵已经很高调的宣布 他说 阿迪南一定稳坐钓鱼台 一定做首席部长 那么各位 国阵信心满满说 阿迪南一定可以做首席部长 他们执政没有问题 这样我问大家 我们还有需要把权力 集中在一个自首遮天 为所欲为的政党手上吗 聪明的选民 一定是钱照哪 票照头 钱哪国阵 票头火箭 而怎么做呢 这一次 我们的使命很简单 沙劳约82席 我们只要否定三分二 让国阵难做二 各位兄弟姐妹说 大家这样说好不好 我们需要 在这一次 沙劳约成为马来西亚改革的火车头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从那里吹来 东风就是从沙劳约吹来 让我们 我们相信 只要大家万众一心 过去308不可能 我们看到了五周遍天 槟城换了政府 霹雳州换了政府 吉兰丹换了政府 这个 丁加努换了政府 吉兰州换了政府 换了政府 马来西亚有没有乱 没有对不对 我们证明了 只要人民力量改头 两限制开始 拒绝国阵 继续60年来的一党独大 我们看到人民有的选择 这样有两个阵线健康的竞争 人民才能做老板 1507 壮大行动党 人民当老板 好不好 我们今天晚上 第一次历史上 五大城市联播 有敏都路的同胞 有这一个古镜的 有这一个迷里的 有西部的 有另外一个古镜 有两场 所以总共五大城市联播 这是行动党超级星期六 第一次的创举 其实大家看到我 不只是古镜的同胞 五个城市的都 现场都看得到 我只是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这一次 如果再不改变 我们要 那阿丁南也要 纳吉普下台 你只要让火箭大胜 火箭大胜能够历史上 第一次在沙拉越州 否定国阵的三分之二 巫统就会面对 史无前例 从来没有的压力 到时候巫统党内 就要避免马上施压 让我们的这个 纳吉克下台 纳吉克下台 马来西亚都有 才有救 所以只要把票投给火箭 这507 是一个两全其美 的Wing-Wing 沙拉瓦的formula 让有强大的反对党 制衡阿丁南 再选强大的反对党 必死 纳吉普下台 这样 沙拉越 就成为马来西亚的救星 沙拉越 就成为 阿丁南 就成为 纳吉普的 少把星 好不好 各位 我们这一次 竞选 也可以把它定调为 这一个 消费税的公投 大家都知道 GST来 GST 英文当然叫做 Goods and Services Tax 但是真正的名字是 Government Sucre Tipu Government Sucre Tendang Government Sucre Tampa 你不还 很多人说 阿丁南说这个GST 不关西东马的事情 有这回事吗 沙拉越的人 难道就不用还GST 我告诉大家 不管你是老的 少的 有头发的 没头发的 白头发的 黑头发的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卡大山人 达亚人 每一个人都要给GST 从小到大 从生到死 你都要还GST 而且 你看小小时候 一出生 过了三岁 奶粉钱 跟你收GST 小时候 包的尿布 妈咪泡河 跟你收GST 你买的体裤 收GST 你大一点点 你的女儿越近来了 买卫生棉 跟你收GST 买体裤 收GST 买奶灶 收GST 买物质 买电 收GST 买车 收GST 每一样 都跟你收6% 甚至于 到你死了 他都不放过你 你去富贵山庄 买一个零位 都要跟你收6% GST 看你跑那里跑 各位 GST一抽 市场上根本没有钱 阿吉哥 你以为收GST 来发展国家吗 去年收了270亿 今年要收390亿 难怪市场 气风苦雨 难怪行情很差 三家生意难做 打工的钱不够用 为什么 因为钱都给国阵 吸光了 国阵天天 每时每刻 吸你的血 巴你的毛 你还把票投给国阵 你说你是B-I-J-A-K B-I-J-A-K 还是B-O-D-O-H Berdo 我们大家都是明白 这一笔钱 有哪去发展国家吗 没有 这一笔钱 是来帮阿吉哥还债 因为阿吉哥上台以来 已经成为 马来西亚历史上 最会借钱 最会派钱的首相 他的钱 派的不是自己的钱 他派的是 你爸爸 我爸爸的钱 我们自己的钱 派回给我们自己 而且还要还 阿隆的高利息 他执的时候 上台的时候 2009年4月3号 阿吉哥上台 马来西亚欠债 3700亿 短短的几年 到现在 我们的国债 加上政府所担保的 就好像潘检伟所说的 已经突破 8000亿的马币 8000亿 分给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 平均负债 负担要 26000块 各位兄弟姐妹 阿吉哥给你多少钱 他给你这个BRIM BRI RASWA SATU 马来西亚 一年给一次 对不对 给你500呀 650呀 900呀 一年给一次 可是他做GST 24小时 7-11 天天吸你的血 拔你的毛 你说 有公道吗 一年给我们一次钱 可是天天给我们收钱 所得税呀 公司税呀 门牌税呀 三页税呀 消费税 天天抽税 说说我们不能税 国阵万万税 人民不能税 这一次 这一次507 我们让阿吉哥 不能税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 不能够进去 是让小弟 和我们行动党和希望联盟的领袖 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马来西亚人 本一家人 可是因为阿德南 我们以为 他会比百毛开明 他会更民主 更连结 选前 我相信 可是当沙州选举 现在开跑到今天 我完全对阿德南 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只可以总结 就是 你看 不只是我们不能进去 连堂堂宾州首席部长 林观音 堂堂雪州大臣阿志明 进到沙州 被逼投票前两天 就要滚回西马 滚出沙州 不能够待到投票点 我问大家 如果选举是民主的 如果阿德南 是有君子风度 如果阿德南 相信民主 为什么 没有犯罪记录 民选的一员 不能够去沙州 见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跟沙劳约的兄弟们 姐妹们 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 都是共一两船的 这个船民 阿基哥是船长 阿德南是副船长 今天 他要把我们这一两船 带去哪里 带去荷兰 如果我们再把船 交给他们继续多五年 马来西亚还没有成为先进国 先成为破产国 所以我们都看得到 这一次沙劳约选举 是非常关键的 5月7号 我在这边呼求所有的 沙州的同胞们 姐妹们 请大家回家吧 回家投票 如果连当家也不成家 国也不成国 我们在外工作 生活过得再好 家乡已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家乡 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热爱的国土 我们再做的再辛苦 有用吗 所以我呼求所有全世界的 沙州的兄弟们姐妹们 5月7号 买飞机票 Air Asia 有discount Air Asia 有promotion 回家 投票 倒纳吉 需要你手中那一票 否决 国阵三分二 不要让国阵 继续自首遮天 不要让国阵继续 为所欲为 那么阿丁人说 再给他一个机会 我问大家 马来西亚的同胞 沙劳越的同胞 有没有给过国阵机会 阿丁人是百毛的接班人 我们要改朝换代 不要百毛的后代 我们要改朝换代 首先要改变的是 我们人民自己的脑袋 脑袋不改变 思维不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朝换代 我们给了国阵 不是一次机会 不是两次机会 不是三次机会 不是四次机会 我们是从1963年 沙劳越加入马来西亚到今天 53年来 我们都给国阵机会执政 我们给国阵53年 我在这边恳求大家 难道大家给火箭 一次机会好不好 一次机会好不好 至少 我们很公道的 你给火箭一次 如果我们这一次 能够真的写历史创奇迹 取代国阵 改朝换代 做得好 像槟城一样 雪狼儿一样 我们继续支持 做不好 没问题 民主国家 人民当家 你还可以换回国阵 这就是民主的可爱 这就是民主的可贵 自由 民主 从来都不是执政者 施舍给我们的 自由和民主 从来 由古到今 都是当地的人民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步 争取回来的 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他要我们勇敢站出来 民主才会来 所以 更多 than 56 我们对沙州人民有信心 我们相信资讯的广播 沙州人民已经醒觉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们可以给国政机会 我们当然也可以改 就好像如果人生 有一句话说 人生从小到大 如果就只有一碟菜 没有其他菜可以选择 那个人生是非常可悲的 如果你住的地方 永远只有一间杂货店 没有的选择 那也是非常可悲的 今天我们沙州人民有的选 我们给国政53年 今天我们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希望联盟 尤其是行动党 我们有了行动党作为我们的选择 给火箭一个机会 制衡国阵 制衡国阵 争取沙州自主 让沙拉越的人民 成为马来西亚的骄傲 让沙拉越的人民 成为民主的胜利军 让沙拉越成为改革的火车头 让沙拉越成为我们全国人民 感激的选民 勇敢的选民 跟我们一起站出来 并肩作战 写历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解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如果沙拉越很富有 沙州人民很贫穷 这样有用吗 没有 所以我们要确保 资源共享 不要再让沙州的资源 由六大财团垄断 不要再让 捧党垄断沙州的经济 只有改朝换代 只有重新洗牌 只有让Adenan 不能够再止守这天 我们才能够看到 希望在明天 今天马来西亚 正在处于黑暗的时代 但是我们相信 如果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如果已经来了 春天就不会远了 因为黑暗的尽头 就是曙光 只要怀抱希望 只要坚持到底 只要你勇敢的站出来 呼求所有的 这个亲朋企友 兄弟姐妹们 大家都能够为了 爱国 爱家 敢敢的 寻求改变 马来西亚 就有希望 因为我们的国家 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只是我们没有一个 好的政府 如果一个好的国家 选了一个烂的政府 好像国阵这么烂的政府 做了53年后 一个好的国家 最后也变成一个烂的国家 如果一个烂的国家 有一个好的政府 最后这个国家 也会变成好的国家 我在讲的 就是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分别 新加坡 是一个烂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 没有天然资源 这个国家 没有石油 没有木材 没有棕油 可是这个国家 有人才 重才 细才 所以新加坡 一个虽然什么天然资源 都没有的国家 今天因为有了个 人民行动党的政府 经过50多年 历经图治 我们看到 新加坡已经成为 全世界人均收入 排名十大的国家 亚洲排名第一 他们的大学 全世界排名20 其他的 他们的港口 世界排第三 他们的机场 世界排第一 新加坡 如今 也已经超越香港 成为亚太区 最大最重要的 金融中心 美国的纽约 伦敦 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就是新加坡 为什么新加坡做得到 马来西亚做不到 就是因为新加坡的人民 有一个贤民的政府 有一个连结的政府 从李光耀到今天 50多年不去不扰的努力 新加坡人证明了 化不可能 为可能 马来西亚 我们原本是 比新加坡更好的国家 可是如今 却成为全世界 所耻笑的国家 如果你看美国的 时代杂志 你看英国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马来西亚已经成为 世界五大贪污国之一 去年 英国的外交政策 选出世界三大贪污丑闻 第一 是国际这种 FIFA的丑闻 大家都知道了 踢足球的 爱足球的都知道 第二 就是非洲 尼茨利亚 总统腐败 第二大丑闻 第三 很不幸的 竟然就是什么 Double 这个Double 的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成为世界三大贪污国之一 你叫我们情和 以康 你叫我们 走出马来西亚 怎么抬得起头来 而今天 阿吉哥不倒台 谁是他最大的后台 谁是阿吉哥背后 最大的后台 他的后台 就是阿德兰 因为有阿德兰 图保党 24个国会议席 稳住 那几 他才不用下台 如果阿德兰有良知 阿德兰有公义 不再跟阿吉哥 同流 贺物 不再跟阿吉 狼狈 为奸 阿德兰有良知 赶站出来 宣布 我们图保党 跟阿吉哥 一刀两断 划清界线 不再支持他 阿吉哥 马上倒台 我们就不用等 马哈迪来 马杀鸡 我们这个鸡杀马 对不对 各位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 这个家是我们的 国家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再一次的 小弟 虽然人不能到 沙拉越 但是我的精神 我的肉体 我的心 完完全全 跟沙洲人民 站在一起 我们希望大家 5月7号 能够给 全马人民 一时希望 让我们能够看到 沙洲的人民 终于觉醒了 沙洲的人民 终于不再 惧怕国阵 的恶势力 能够赶赶 为自己 赶赶 为自己的下一代 改朝换代 莫再等待 一起为了 下一代 大家说好不好 所以今天晚上 我再一次的 感谢大家 五成联波 是马来西亚 历史上 选举的一个创举 这个 阿德南 他尽得了我们的人 尽不了我们 跟大家并肩作战的决心 我们远在 基隆坡 可是我们的心 每一天 24小时 都跟沙劳越的人民 站在一起 让我们改变 沙洲 影变 沙洲 影变 拯救 大马 谨记一句话 历史 不走 回头路 城乡一步 一起来 好不好 好 就以这几句话 我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我热爱的沙洲的兄弟们 姐妹们 应该 多久 哈利布兰美 安南 takut 安南 surut kali ini berani oba skian terima kasih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